哈喽大家好 我应该看看这个镜头对不对 对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九 今天不算一个正规的教程 我们只是看看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怎么去解决 比如现在 哇 还是不要看了 太乱了对不对 没关系 这个乱是正常的 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想做一个评测 所以我架好了我的相机 麦克风 然后还有我要评测的产品是这个 百识月的五寸监视器 特别小巧的一个监视器 那么在拍摄的时候 我想的是要坐在这 但是我坐下之后我才发现 今天的光线稍微有点不足 因为我的窗户是朝北的 所以只有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阳光才能照进来 那么我现在是 两点半 那么阳光还早着呢 那我不能等到那个时候我再录 所以我想现在就开始录 但是如果直接录的话 噪点肯定会很高 而且色温也是偏蓝的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只能用灯来代替 我所要的灯光了 那么位置呢 也是窗户的位置 这边 对 我用了一个金银的C180 一个圆形的灯 对 这个我们在其他视频里面见过 是一个非常柔的光 如果直接拿它打的话 也会有很浓重的阴影 所以我前面加了一个棋板 对 这个东西啊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 比如说揉光瓶 牛纸都可以去代替 它的作用就是让这个光线更柔 这样的话 我就得到了一个很像阳光的一个光线 然后我的后边很弱 乱七八糟的东西 如果我只打一个灯的话 我的人是很亮了 但是我后边和我这个人之间就会融到一体 所以我在后边 对 这个 侧逆光的位置 我加了一点灯 其实它的作用 大家也知道 侧逆光嘛 勾轮廓勾边 然后让背景和我这个脱离开 所以我们在拍视频的时候 你虽然有了主光 但是一定要顾及到 我们还需要一个轮廓光 然后让你的主体和背景拉开就OK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的问题不一定是你的问题 就是我会戴一个眼镜 对 所以如果我的灯的位置很低的话 就这个灯的位置很低的话 那我眼镜上就会产生这个灯的反光 比如说啊 我抬头 你会看到有灯的反光 所以呢 我要把这个灯的高度提的很高 然后稍微往下打一些 这样的话 我的眼镜就不会反射到那么多的 这个灯光的光点了 对 因为我的镜头是在这儿吧 这是我的镜头 我这样去看着镜头的话 在这个位置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见看不见 有没有这个光点 对 那如果我抬头的话 就会有光点了 所以如果你也是戴眼镜的话 可以去注意这一点 但是如果你没有眼镜的话 也尽量不要打这种平光 这样的话你的脸会很平 那么你也稍微高一点 稍微测一点的话 就会显瘦 对吧 你说啊 哎你也没显瘦啊 那是我个人的问题了 对不对 不是光源的问题了 对吧 有光比的话 那你可能高光地和阴影镜产生的一个反差 能让你显得更瘦一些 现在呢 其实我拿的是iPhone8手机 给我自己录制的 上面加了一个鱼眼镜头 然后来录制这个视频 然后我平常自己录制呢 是这个 松下的ZH5 然后带一个小的翻转屏 带一个卡托罗的麦克风 对 因为这个麦克风也是 现在我正在测试的麦克风 我得自己觉得好用了之后 然后才给大家推荐一下 对吧 现在还一直在用 刚才我们说了 我现在正在给这个 监视器做评测 对 所以对于有这个小翻转屏的朋友 肯定觉得 我没有必要用这个监视剂 对吧 外置的 我也有这个好了 其实有的时候 如果你离远了之后 这个小的还是不太够用 对 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 你确认对焦的话 还是要给它放大对焦 来看它到底有没有对上焦 然后 这边 好乱好了 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不看了 对 不看了 不看了 太乱了 影响我的形象 想看吗 想看 那先看一下 因为这儿没收拾啊 然后这个桌子上是乱七八糟的 也是很多要做评测的东西 然后比如说是另一款监视器 这是 爱肯的 对 然后还有这个 这是你踩的兔龙 对 正在做测评 有可能会说你现在怎么做测评 做那么多事 以后要转型做测评了吗 其实不是啊 因为这段时间刚刚摄影器材 不是摄影器材 视频器材刚刚结束 所以呢有好多厂家都寄来了他们自己的产品 然后希望做一些实用的小教程 所以这段时间可能产品评测或者使用的会比较多 但是在以后的话 小九还是会兼职自己的拍摄之路 拍摄产品经物 还有产品的一些展示的小视频 所以大家 等我 等我 对 然后还在这里还能透露一个事情 就是 现在是快 快十一了 等十月十五号的话 我可能要去新的工作室了 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工作室 我可能就不用了 我要去新的工作室 到时候我会展示给大家 新的工作室有什么不同 对 好了就说这么多了 那我们 什么时候见呢 随远吧 拜拜